Hello 大家好 我是FM 今次為你介紹深圳最新的一個商場 剛剛開了兩個月了 它叫做瑞印 而最特色是它歡迎武鞋可以落地 來到紅樹灣地鐵站 這個是新站 它是A出口或者E出口 就可以去到瑞印商場 如果你是在A出口出 就要過一條馬路去到商場 如果在E出口出 就會到商場的地庫 因為我是跟高德地圖 所以跟了去A出口出 由地鐵站A出口一出 到處都見到一些大型的地盤 對面很近已經去到瑞印的商場 到處都是大型的商場 到處都是一些大型的商場在建 走過對面馬路就看到瑞印的大門口 這一區不斷地發展 因為上次我走海旁的時候 這裡全部是建築中的 應該第二天都會有很多大型商場出現 而左手邊這個是噴水池 所以它是跨著 而這裡直走就會見到瑞印的大門口 右手邊這裡看下去就是由地鐵站 這出口就會到達商場的地庫 商場是被帶動物進來 但是就要用一條酒帶湯 不可以長過1.5米 而那隻酒高過65厘米就要戴口罩了 一進大門口就已經看到這麼金碧輝煌了 那一進到來 看到這裡很金剛閃閃 連條電梯 扶手電梯都是金碧輝煌 這裡就看到有些燈會動過 好像羽毛一樣散開 挺漂亮的 這裡只不過是一個大門口 進來就看到這裡 我們走進去 看到很多報酬都好像還沒開 走到中間的位置 就看到花雪中間 有一個好像Benz的標誌 再向上望的時候 也是看到玻璃頂 採用天然光 這裡也有幾層鈕高 我被一個瓷器吸引了 進去這間店裡 用套餅來製作食物 譬如這隻熊仔寫明目中無人 這隻毛毛貓就像埃及的獅子人形象 裡面就放了兩輛古董車 開門後就放了一個門 這輛是另一輛古董車 是應該可以移動的 進來這間店裡 裡面有一些景泰藍的陶瓷 也看到兩輛這樣的公共車 很漂亮 這裡用陶瓷做到一隻鞋子 然後用來做花 這邊的陶瓷很特色 有些香爐 這裡還有一些很濃的頭 很有趣 然後還有一輛很特別的陶瓷車 因為這兩輛陶瓷車 所以我進來這裡看 很漂亮 可以遮蓋著鞋子 這裡有很多陶瓷 擺香、煙灰光等等 鞋子 旁邊有一間陶瓷車 這裡原來用一些木枕 而造成一個這樣的框 這一邊採用的燈也很特別 這裡就是潤瓷商場的另一個大門口 現在聽到很好聽的陶瓷 是因為這裡有一間鋼琴的店 它自動設置了一個演奏 有粉紅色的鋼琴 很多白色 這一部就是在演奏級的鋼琴 現在就是有一個比賽 不然沒有名 這間好像冰宮 是叫做豬爭鮮 是吃紅椒豬肚火鍋 現在正在熱 現在來這間就是叫做蜂廚 吃輝菜的 有個新鮮運動 在大眾展平兩個人的午餐都要付300元 這裡都是買一絲渣絲 鯉魚 很色彩 還有很新的設計 然後看到這個大X 其實叫做MX 它旁邊有一間 適妝店很特別的衣服設計 它裏面又好像一個藝術館 放了很多公仔 在這裡 這裡也是有一間店舖 很大間的 在這裡賣一些食物 在這裡賣一些食物 看到這裡很色彩的 就是Cresher 來的 這些公仔每一個都是限量版 有出生寺 這間店舖裏面還有很多很型格的衣服 因為我只顧著看 就沒有陸造片 這間是另一間店舖 它用了藍色的波波做背景 也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物品在賣 譬如這些香芯 但照樣看不到有銷售 它用這些大型的波波 有時都是用鏡子反射 譬如這個是半球體 用了鏡子反射之後 就成為一個球體 而這個藝術品 就是有很多藝 爬了整棵樹 而這個展館 亦都是擺滿了不同的藝術品 好像有些學生 一起創作 那我就不懂形容 你可以慢慢看 而這裏就叫做未來敵樹 又走出去大門口那邊 這裏再看上去 又不同看法 而這裏就看不到深圳的景 這個景很開陽 很舒服 這裏是最高一層 地樓 上到最頂那層 這間很型格的 賣紅酒 飲品 有些沙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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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裏看不到出來 剛才我們進來的正門 原來下面是一個噴水池 剛才看到它噴水 所以它跨著 不讓人看 這裏有一間書店 這裏賣的咖啡 或者飲品 都要付30元 還可以叫一門的泡茶 再走進去 就見到這裏是一間酒廊 因為它外面有個Grain Yves 都是買自己的酒樓 可能是下午了 現在沒有人 而它的另一邊就是書店 你可以買一些茶 坐在它旁邊的桌上 一邊喝茶一邊看書 而在桌面上 這些是香薰 這裏見到的是一枝手繪的茶具 也很貴的 最便宜的那一枝也要500多 另外複雜的花紋 也要100多 一個杯一隻碟 這裏見到另外一件藝術品 是一個波波的樹 下面有很多綿羊 那些羊毛真 跟著我們進入了這間很型格的家用品店 很多東西看的 很漂亮 見到最多人的電套 就是這間Miland 它裏面有個波波池 有很多小朋友在玩 這張圖片介紹它 有很多經濟的情況 有些是一天一次 有些是一個禮拜一次 這裏就是它的炸物料 如果生玩一次 它是一手法 如果充500元 它就會給你600元 5000元 就給你2800元 有貴卡和連卡 陪玩的人收50元 這裏還有幾間 是做囚療的地方 現在很流行回去做頭皮護理 這裏有三間 還有一間日式按摩 這間就是吃泰國菜 這裏有一間客人要吃和鮮 現在買著和唐鮮 還有一個現狗雞 因為現在下午都沒有人 他現在說準備樽 這裏也挺漂亮的 這裏還有些韓國的燒烤店 前面就是Imet的戲院 這間餐廳叫做野 但是我忘記了它是吃什麼的 但是它的設計非常有型 因為我在這間Imet買了飛體器 所以我就去地牢 先買些飲品 看到它有一間巧克力店 另外看到它在地牢 看出去的景色很漂亮 這裏也可以通到地鐵站 如果你在地鐵站一出口 你就會從這個門口入到銳印 這裏有一間賣瑞姨水泡的店 這裏就是Imet 原來看完戲之後 拍攝相片 原來它是很色彩的 始終是新戲院 它的音響設備都非常之好 我就在這間戲院看了 我愛你了 非常之好看 好感人 還有三個拍攝 是拍攝後製造的 戲院出現也有一個這樣的休息室 地庫這一層 有一間叫做超級龜爪十延室 因為它這個Idea 是全身手創的 可以帶動物進來玩 演武 美容 有貓酒店 它裏面除了動物的用品 食品 還有一個遊樂場 來到這個門口 記得打卡 因為很多人特意來這裏打卡 這裏有很多的寵物用品 萬食兜 都是一陶瓷做的 另外呢 我還是未走完 可以在這裏看看 有什麼適合動物用的 很大間的店 有不同的衣服 這些是他們的助墊 鞋子很漂亮 好可愛 這些鞋子 好齊 動物的東西很齊 好齊 這個是貓的魔爪館 這是什麼來的呢 沙洞 這裏應該是洗澡的地方 可以帶狗來這裏洗澡 這裏有些動物玩的地方 裏面也有一隻小狗 公仔 這裏又是洗澡的地方 嘩 好大型啊 這間 這裏有玩的地方 這裏也有隻狗狗 這裏有貓酒店 嘩 這裏有貓酒店 不知道給多少隻貓呢 這隻貓酒店 嘩 做得好漂亮 嘩 好漂亮 我和這裏的職員 聊過天 他就告訴我 如果主人是忘記 和狗狗戴尿片的話 就可以在客戶中心 它有不同牌子 不同尺寸的尿片 可以給你用的 亦都有口罩可以借用 而這裏也有一間咖啡店 可以給那些寵物家長 在那裏採咖啡 而那些寵物 亦都可以在那裏吃雪糕 食餅 食餅 各樣都有的 這間魚岩堂 它就說 提供免費按藥服務 你進去之後 它就要告訴你 買一送一 要你買多少次 如果你不適合 你也可以走 這間叫做雙馬 一看就知道是吃薑菜 而這間松學樓 是蘇式湯麵店 龍華點心 就是吃港式點心 熊貓火鍋 它有隻熊貓在外面 引客進去 如果你入門的話 它是有隻熊貓送給你的 而這間是人造手飾店 它的貨品都頗美 而這裏還有一間鮮花店 而它出店 也有很多假花 是給你用來打測的 這個位置拍出來頗美 這裏就有一間咖啡店 而我見人在這裏打測 也是很美 而這個位置是另一個走廊位 就見到它打石燈到牆上 這樣就頗美 所以可以介紹一下 而它下面這裏 是一間餐廳吃牛扒的 而這裏有一間OLE的超級市場 它貨品都齊備 還見到有這個新鮮的下面 那今天這個銳印商場 我就先說到這裏 其實這個商場 因為我平日去 所以你會見到不是太多人 記得訂閱讚好和分享 我繼續為你介紹更多好玩好食 打卡的好地方 好